哈利路亞 讚美耶蘇 大家好 我是海賢 阿Joy 今天很感恩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個見證 就是當我去看到一些畫作 特別是基督徒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畫作 畫展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去敬拜神 忍不住去讚嘆神的作為 忍不住去宣告神的帳幕在人家 神的同在很大很大 要彰顯在我們的當中 然後我就一路去祈禱 一路去敬拜的時候 就看到一幕幕的畫面就走出來 我很感謝主 我有讀過啟示錄 但其實我也不記得 而我這些圖像是我很真實和很清楚去見到這個異象 那我都相信天父爸爸給我看到是有他的心意 因為我這個異象其實是我一路祈禱一路敬拜 然後就好像真的出現了在我眼前 但是又不是我肉眼看到 好像一些的異象就是在我的腦海裡面很清晰的影像去發生在當中 就好像是發夢那樣 就好像有一些圖畫 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腦海裡面就好像顯示出來這樣 首先第一個畫像就是看到地上有很多的沙 塵塗 好像又有很多很多的地上所有的物件 樓宇 就是樓宇 一些的車 好像很多東西捲上來 是從地面去捲上來的 我看到第一個畫像的時候 慢慢就出現了四隻顏色的馬 有黑馬 白馬 紅馬 和灰馬的 然後我就看到好像一隻隻馬就走出來 然後他們拿著弓拿著戰 就是爭戰去打仗這樣的 然後就在圖畫的裡面 就看到有一些天使在那裡吹角 然後再慢慢就看到有一隻很古怪的獸 又不像龍 又不像蛇 又不像蛇 又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一隻很噁心的怪獸出現 然後它就很大的核濟在人的身上 就是好像不讓人 要求我們人要拜祂才有東西吃 要拜祂才可以生存 結果很多人活在這種痛苦之下 就忍不住就拜了這隻獸 但是我又看到當中 也真的有基督徒來堅守真道 有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依靠神去堅守著這個真道 以致成為一個得性的基督徒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看到 有不少的基督徒是因為軟弱跌倒 而離棄了真道 但是我看到耶穌呼喚一些基督徒 真的要呼喚我們作為神的子民的時候 我感受到神去跟我說 要建立一幫代討者 就是要為著一些軟弱信心軟弱的基督徒來對代討守望 也都要堅固我們的弟兄 也都要鼓勵我們彼此相愛一起同行 我看到當中我們的基督徒就有些傳福音 有些要做醫治講貴 就好像試圖行轉那種教會的生活模式 就在這個時候就發生 然後我看到有一些熱心愛主的基督徒 在耶穌再回來之前和在大災難之後的那段時間 就被提了 然後我就看到有復活的身體 在他們的身上發生 也都看到有死人復活 有新的身體 然後就看到耶穌好像在一個白色的大寶座上面 去審判活人和死人 我在這個圖畫裡面最深的經歷就是感受到 神要鼓勵我怎樣成為一個有信心 在神的裡面去堅固的一個基督徒之外 也都是告訴我們 眾教會要起來成為非拉貼非的教會 就是要起來傳言相信耶穌基督是作王掌權的神 因為其實在這個異象裡面 我再問神的時候 神給了一段的經文就是 就是啟示錄的三章七節就是講到 正正就是非拉貼非教會 神是多麼的喜悅 多麼的歡喜 然後我就經歷到 就問神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神是鼓勵我們要成為非拉貼非的教會 因為好像在他問的時候 在末後的日子要堅守真理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基督徒的德性 也都有基督徒被誘惑而離棄了神的話語 神的真道 但是當我去領受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感受到是神要我們成為代討者 也都鼓勵我們去堅固信心軟弱的基督徒 而我感受到神是幫助我們 就是要去為祂而活 為主而活 僅僅為主而活 去成為一間合一 愛神 愛人的教會 這個我們是會受到試煉 基督徒也都會被迫害又難了 但是我感受到神也都給了一個很大的信心給我們 就是我們可以在祂的裡面 經歷喜樂和平安 而聖靈也都會大大的運行在當中 所以我是非常感謝神 去給了這個儀仗給我 讓我更加勇敢靠著主 來到去為著我們的主而活 亦都很感恩 就是好像神給了一個啟示 就是我可以怎樣去回應神的愛 感謝讚美主 當有些人聽到這個世界很多災難 可能是世界末期的先兆 有些人立即便會說 我們災前被提 災難一開始就會被提 就不用面對大災難 這個災前被提 很多人以為是取字聖經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們所有的教導或書 都是用一些間接的經文 不是直接說到被提的時間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例如有些人用啟示錄三章十節說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這個經文只是說到 神會保守他們免去他們的試煉 並沒有說到被提 經文是沒有說到被提的 但在很多清楚經文是清楚說到 基督徒是要面對大災難的 以下我是用聖經五點來證明 基督徒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災前或災中被提都是違反聖經的 第一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是在主降臨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貼撒尼迦後書二章一節至第八節 那裡講到 弟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講到兩件事發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穌基督降臨 然後我們去到耶穌聚集 很明顯 你就這樣看經文沒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解釋聖經就有些外家的觀念 我們解釋聖經應該是從聖經裡面找到答案 而這個經文講到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也就是說耶穌回來了 我們就聚集到他那裡 所以 次序是耶穌降臨 然後我們聚集 而保羅在貼撒尼迦前書四章十六節 那裡講到他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貼撒尼迦後書二章講到他到主聚集 是同一事件來的 就是說他不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在貼撒尼迦後書二章一節說到聚集 也都是保羅被提的時候與主耶穌一齊 那他就講到有些人就說主的日子已經來了 保羅就叫他們不要輕易動心 不要害怕 因為那個日子之前 也都是講到主耶穌降臨的日子 我看見第一節就寫以Paurusiah Paurusiah給新約聖經到耶穌的時候都是講到主耶穌降臨的 所以呢 一路講的是主耶穌回來的日子以前 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就是很多人离开真道,反对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而这个沉伦之子说明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 就是说在主降临的日子以前,敌基督会出现,并且很多人离开真道,反对基督教 然后这个不法的人显露出来,第八节那里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条降临也是用Parisia,这个希列文字,你上网找三九五二Greek,G-R-E-E-K 就是希列文那样解的,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字的意思了 而这里讲到就是说,主耶稣降临就要用他的荣光废掉敌基督 就是说,主耶稣降临在第一节那里讲到,轮到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去他聚集 就是当主耶稣降临废掉敌基督的时候,就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敌基督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活跃的 在这个敌基督活跃的时期的末期的时候,耶稣就降临,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然后我们就和他一起聚集了 这个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和基督聚集,就是说我们被提去到耶稣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降临,用荣光废掉敌基督的时候,就是大灾难之后 第二点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復活被提,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是在大灾难之后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些真理,就是保罗复活改变形象被提,只会发生一次 即是说保罗不会复活了又死过又再复活过 他改变形象也是改变了,成为不那位,成为不死的 就不会说改变了,又变回到必那位,又变回到必死的 然后再变过,所以只是一次 那被提也是一次的,不会被提之后又落下来又被提一次 而保罗复活改变形象被提,是一连串的事件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说到,就是复活又改变形象 然后在贴索尼加前书四章就说到复活,然后被提 所以三件事,复活,改变形象,被提,是一连串发生的事 第二点就是,保罗不会又复活,然后又死又再复活,所以只能复活一次 然后我们就看这些经文了,贴索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那里就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乃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 这活着还传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里说到主会从天上降临 又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 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才复活,以后我们 保罗是很特别的,几个经文都说到我们 先贴索尼加后书二章一节也说到我们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几个经文都说到我们 即是包括保罗在内,保罗会聚集到耶稣那里 而这个经文就说到,以后我们 在活着还传留的人,即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会和他一同被提到魂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耶稣回来,然后基督徒就会复活了 复活之后就一起被提到魂里,在那里和主一起 就会永远同在,就不会再分开了 而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就说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自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说到耶稣回来 我们就会改变形状,成为好似耶稣的荣耀身体 将这个经文和弗洛比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放在一起 当耶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会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贴前四章十六十七节应验的时候 基督徒都会改变形状 然后将这个经文和临前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放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那里说 毫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毫童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即是在毫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这里保罗也说到我们,我们也要改变 然后五十四节 在必死的记,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里说到基督徒会复活,成为不扭坏 我们的身体变成不扭坏的时候 变成不死的时候 经上所记,死被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性吞灭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会被杀 所以死被得性吞灭,即是再无死亡 即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期,基督徒仍然会死亡 而将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只能够改变形状一次 只会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那么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这两个经文说到复活和变成不扭坏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说到基督徒会复活 亦都包括保罗在内 因为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所以这两个经文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是同时应验的 然后保罗和众基督徒就会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即是说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应验的时候 都是保罗会复活 然后改变形状 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而保罗和基督徒复活和被提的时间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而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死 当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已经被吞吃了 已经再没死亡 就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基督徒复活被提 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是第二个圣经的证明 第三个证明就是说 保罗和众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开始那里 耶稣有说到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说到 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仁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 吞灯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 这里说到 这个大灾难过去之后 万族都会哭 他们要看见仁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加着天上的云降临 即是耶稣会回来 即是在全世界面前 耶稣会回来 然后耶稣会叉显使者用 号筒的大声 号筒在上面有写到的 这个希列文字 这个希列文字 大家搜寻 搜寻网上的时候 就会找到这个字的解释 就是号筒或者是trumpet 即是吹的号筒 或者是好像 现在广东话翻译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号筒 是和我们的喇叭有多大分别 这个圣经是没有讲的 总之是有讲到这个号筒 即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会有号筒 而这个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而很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就讲到一撒事 集眼之间 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然后死人要复活 这个时候 保罗会复活 也都在上一节 我有讲到 他复活 就会改变形象 以及 就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保罗复活 和被提的时候 就是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 也有讲到号筒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就是讲到 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又有神的号吹响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就会复活 保罗讲到他都有份 然后就被提了 在这个经文里面 讲到就是 号筒没翅吹响的时候 就是保罗会复活 然后连贴前四章十六节 就是讲到 接着就会被提了 因为我们上一节讲到 保罗复活 改变形状 和被提 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保罗讲到 这个号筒没翅吹响 即是说 以后再没有号筒 这个是最后的号筒 首先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三个经文 所用号筒的字 都是 都是讲到号筒 保罗是仕途 他当然是会熟悉 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他是会熟悉 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那里讲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招聚一齐 即是说 他熟悉这个号筒的字 而他在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讲到 神的号 在贴前四章十六节 虽然中文是用神的号 但原文都是一样 是十一匹 所以都应该是翻译为 号筒的 保罗在这两个经文都用号筒 他是熟悉耶稣所说的号筒 他讲号筒的时候 应该是讲同一个号筒 而不是不同的号筒 如果他知道 耶稣有讲过这个号筒的时候 他没理由会提号筒 是另一个号筒 有些人就以为 这个号筒不是同一个号筒 是另外一个号筒 但如果保罗 他知道耶稣有讲过号筒 耶稣回来的时候讲号筒 而保罗在 临前十五章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都是讲到耶稣回来 又有这个号筒的时候 保罗一定是提及同一个号筒 如果他是讲另一个号筒 他就会说 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有一个号筒 现在我说的是另一个号筒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理由耶稣回来 有两种号筒 应该是同一个号筒 所以这三段经文所讲的 号筒都是同一个号筒 而既然 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 所讲的是 号筒末次吹响 即是说 以后再没有号筒 不会有一个号筒 持过临前十五章五十二节的 末次号筒 和中星图被提的时候 就是末次号筒 以后再没有号筒 即是说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 所讲的号筒 不会持过这个末次号筒 因为末次号筒就是最后一次 不会再有另一次的号筒 所以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筒 都不会持过它 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的号筒 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 保罗 復活 和被提 都是在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这个是第三点 证明 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好了 接着 第四点 就是说到 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所说到的 两个人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是说到被提的 是突然发生的事 而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在大灾难之后 我们现在看看经文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就说到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这个大灾难之后 三十九节就说到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在这个经文 耶稣是比较浪亚的时候的洪水和他回来 他说 耶稣降临的时候就好像浪亚的日子 那时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了 就将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回来 也是用巴洪水这个字 也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也是大灾难之后 那时候 就两个人在田里面 做着事 忽然间 取去一个 取去这个字 在底下我写了希腊文出来 就是paralambano 你查greek g-r-e-e-k 3880 就会查到这个字 paralambano 是由两个字组成 一个是lambano lambano就是 接代 接代耶稣就是这个接代 或者是接受 然后para 的意思是在旁边 paralambano就是 接代 大到旁边 在马太二章十三节 天使就叫 若失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逃往埃及 是用这个paralambano 这个字的 将他带到身边 带他和马里亚 去到埃及 所以这个取去一个 的意思就是 带到耶稣那里 带到耶稣那里 很明显就是说到 和耶稣一起 而圣经说到 和耶稣一起 就是被提 保罗在帖撒尼加 前书四章那里 说到 就是被提在 空中与主 相遇 就是和他一起 所以 取去一个 就是取去到耶稣那里 而 撇下一个 原文的意思 是真是 扔了不要 所以另一个 就是被 弃绝的意思 好了 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 在田里面 和在这个女人 推磨的时候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都是一个很突然发生的事 就是田在做着 事 忽然间 耶稣就把一个 拿去他的身边 就是肯定 说到被提 然后另外一个 就丢下 有人被提到耶稣那里 有人就丢下 而在路加十七章 三十四到三十六 更加加上 两个人在床上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然后就说到 两个女人推磨 然后两个人在田里面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都是说到 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尤其在床上 更加突然的动作 就是睡着 没有做着 忽然间一声 就被拿到 去耶稣的旁边 所以这个 肯定是说到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 马太二十四章 说到就是说 人子降临 都是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 那一阵间 其实这个经验是连续的 那一阵间 那阵的时候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本来在田里面做工 一个就拿去 就拿去耶稣的旁边 所以这个是说到 被提 而 特别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四节 说到床上 就是突然间 在睡觉 都突然间有一个 就拿到耶稣那里 在田里面做工 又突然间拿去 两个女人推磨 也都突然间拿去 那就是说 这个 不是一个长期的 被耶稣接立 耶稣接立为 神的儿女那种的 取去 而是 是真的一个 突然的动作 在睡觉 那譬如 人们说 信耶稣 耶稣接立 他就不会说 你睡觉 忽然间 耶稣就接立你 而这个说到 就是被提 而这个被提的时间 在大灾难之后 在人子降临 就是大灾难之后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 好了 第五点 从圣经证明 被提到大灾难之后 就是在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时候 说到 善伯和恶伯 在号同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主耶稣 在荣光中降临 善伯没有预先被提去 善伯没有在灾前被提的 那我们由这个经文 就知道 看得到耶稣回来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时见到耶稣回来 在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那里说到 这个灾难一过去 然后三十节 就说到 人子的笑头显然 万族都要哀哭 然后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 要驾着天上的魂降临 耶稣回来 然后用号同的大声 将他的选文 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 都招聚了来 然后罗亚日子 怎样人子降临 都是这样 将他们全部冲去 在那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就是说到被提 然后跟着呢 在这里就说到 当时会发生的事 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这个人忠心 他就有福了 但是这个恶仆 就怎么样呢 他就要重重处置他 他说 定他和苟武为善的人同罪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说 这个忠心的仆人 和这个恶仆 是同时 见到主耶稣回来 同时要交账的 忠心仆人就有福了 这个恶仆 就要被处置 就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呢 在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上面那里 马太二十四章 就说到耶稣回来 然后呢 二十五章就说到 人子在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中文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这里所说的 和上面所说的 是一样的 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面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上面的经文说到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 是同一个事件来的 那如果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怎样呢 耶稣回来的时候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那右边呢 就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他所预备的国 而左边呢 就是被咒座的人 离开耶稣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所以呢 就说到耶稣 在天上降临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万民就聚集了 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聚集 信耶稣的意思 就是说信耶稣而跟从耶稣 只是口话信耶稣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是不得救的 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死的 即是说那些真信耶稣 而生命有改变的人呢 他们就会被接纳 进入这个神为他预备的国 然后那些不信的呢 就会是进入为魔鬼 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这里就说到呢 跟从耶稣 和不跟从耶稣的人呢 就会即时面对耶稣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所以从以上五点呢 我们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是很肯定 从不同的圣经的经文 证明在大灾难之后的 我再将这五点呢 简单地说出来 第一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与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贴撒尼加后书二章一节 主耶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罗只能够和主耶稣聚集一次 这个呢就是 就是经文所说到 他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復活被提的时候呢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那就是在 临前十五章五月二节 就是说到基督徒復活 而包括保罗在内的 保罗就会復活 变成不扭坏 然后贴前四章十六节呢 就说到保罗会復活 然后呢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就是说 这个就是被提的时候 而被提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临前十五章五十四节所说 死被得性吞灭 死亡被得性吞灭 再没死亡 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会被杀 第三点呢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号统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首先呢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 至五十四节 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都说到保罗和众圣徒復活的 那因为保罗只能够復活一次 所以呢 这两段经文都是同时应验的 而帖撒雷加前书四章呢 是说到保罗被提 而臨前十五章呢 是说到 号筒末次吹响 所以 保罗被提 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而马太二十四章 那里说到的号筒呢 是在大灾难之后的 所以呢 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是不会持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末次号筒 末次号筒 即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没有号筒 而马太二十四章的号筒 已经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的末次号筒 亦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 保罗被提 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保罗被提 是在大灾难之后 第四个证据 证明灾后被提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讲到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在大灾难之后的 因为在田里面造工忽然间 他拿去 而拿去的字是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边的意思 是接立去到他身边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而这件事发生呢 是圣经好称也讲到大灾难之后 人子降临 亦都是要这样 在那时候 人子降临的时候 在那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面 正在做事的 忽然间取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人推磨 一个取一个撇下一个 还有呢 在床上睡觉 亦都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就取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突然的动作 是讲到被提突然发生的 在大灾难之后的 那由第五个要点呢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 是讲到善仆和恶仆 在号和响的时候 同时见到耶稣 在荣耀中降临的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 即是说呢 基督徒被提在大灾难之后的 在马太二十四章 就讲到灾难之后 耶稣降临 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他 那些世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时候呢 忠心的仆仁和恶仆 是同时见到耶稣回来 忠心的仆仁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马太二十五章也都讲到 人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就将万民聚集 在右边的 就会进入为他们预备的天国 而左边的 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面的 以上的经文我们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稣降临 在这个大灾难之后的时候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的 有些人就说 那不就很惨了 大灾难 我们要面对大灾难很惨的 很恐怖的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正经说到大灾难的时候 说到七人是羔羊开始的 七号七雷七腕都是天使开始的 也就是说 大灾难是神开始 并不是魔鬼开始的 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 那里说到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寿 直等到神的华都应验了 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 甚至那些诸王同心合意 将他们的国给那个寿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说原来在启示录所说到灾难发生的时候 都是遵从神的旨意 都是成就神的旨意 在启示录发生的事 不是魔鬼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在大灾难的时候是神掌权的 我们看到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录十一章 那里说到两个见证人传道 他们三年半的时间 和敌基督的时间一样 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都能够胜过受敌 并且后来他们虽然被杀 但又复活 驾云升天 就让我们看到 在大灾难的时候神依然掌权 启示录十四章 就说到三个天使在空中 向各国的人传福音 和传警告的信息 第三个天使就说 哪个人拜受受印记 他们的份就在流黄的火狐 即是说这个时候 亦都是神掌权的时候 和第五号的时候 启示录九章四节 就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而两个见证人是会攻击神的敌人 和第一碗的时候 启示录十六章二节 就会有恶毒的仓 生在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 第五号 启示录十六章十节 是说到受的国黑暗了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原来在大灾难的时候神是掌权 有些人就说 为何神要有大灾难呢 这个圣经没有讲的 这个是我自己推想 圣经有讲的 我们就说圣经是证明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用圣经证明灾后被看 但是 关于为什么有大灾难呢 圣经是没有清楚讲的 那我就觉得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在现代的时候 基督徒是可以倚靠他们的钱 倚靠他们的财干 可以倚靠人 但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不能够倚靠钱 就算有钱都不能够买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基督徒只能够多亲近神 完全依靠神 没有食物怎么算呢 只能够祈祷亲近神 所以我觉得呢 在大灾难的时候呢 是会有大复兴的 基督徒的生命会很大大的复兴 被神更新改变 在这个时候呢 神会使用他的生命作美好的见证 神也都会保守他们的生命 让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能够安全地 将福音传去天下 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的 因为他们的魔鬼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呢 在大灾难的时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胜的 虽然是会被追杀 但是神是会保守 圣经也都讲到呢 我们受迫伯的时候 不用想着说什么 因为圣灵到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既然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呢 圣灵都会指教基督徒 如何可以逃难 如何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祷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神就能够做很大的工作 神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 也都更新基督徒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福音要传遍普天下 传到很多的地方 当然呢 福音应该在大灾难之前 传到很多的地方 但是在大灾难的时期 神也都会使用基督徒 能够他们圣过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因为在那个时候 基督徒是会非常之勇敢 神会带领他们去哪里 传福音带领他们 是怎样给神使用 给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 惧怕大灾难的 反而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 倚靠神 亲近神 从神得力 怎样靠着耶稣 随时祷告得力 随时祷告可以经历 神的平安、兴散、喜乐、爱和能力 可以有动力 从神而来的 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祈祷的时候 只是将一个清单交给神 这样的祈祷 未必得到很大力量 圣经讲到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就是整个心灵 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个灵 去爱慕神 感激神 赞美神 欢喜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我们心理所求的赐给我们 神就常与我们同在 即是说 一个亲近神的祈祷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 就可以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求神帮助我们 不需要惧怕大灾难 反而我们预备好 耶稣快要回来 我们基督徒需要预备好 需要靠着耶稣得力 从神有力量 让我们为主耶稣作美好见证 并且不需要惧怕魔鬼 不需要惧怕 患难 不需要惧怕痛苦 因为神必保守 跟从祂的人 爱祂的人 神会保守 即使被杀 神都会赐我们力量 赐我们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用一个勇敢的心 面对大灾难 也都在这个时候 事事 祷告亲近神 从神得力 让我们能够面对 前面的任何的 迫伯和灾难 让我们能够在 任何灾难的时候 都能够暂立得稳 从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们 不需要惧怕这个大灾难 能够随时 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们 在时候我会带大家 有一个讨告 亲爱天父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灾难 实在是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天气的改变 非常之热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说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呢 年年都一遇的 并且一年多遇的 这些洪水 很大的灾难 还有很多的热浪 很多的灾难 饥荒 瘟疫发生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 时间不会长久的 我们很难想象 十年之后 这个天气会变得怎么样 热成怎么样 二十年之后 又会怎么样 三十年之后 又会热成怎么样 就会应验圣经所说 到时会热死人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我们看到 不同的国家 都可以随时发生战争 而圣经说到第二印的时候 是说到 从地上奪去太平 再没有太平 就是说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 会有大大的战争 有世界大战 世界上再没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胜 从神得力 时至亲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有神的力量 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 不要惧怕 不要只顾着 如何保存我们的钱财 保存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一天 这些一切都会过去 但是我们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耶稣的时候 神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从神得力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加力给我们 预备好 迎见耶稣 感谢天父祈祷 奉主耶稣 圣名 阿门 我的邀请所有 你相信灾前被提 或者灾中被提的人 你试试查考这些圣经 你都去找一下灾前 和灾中被提的证据 让你去找一下 其实他们是没有直接 圣经的证据的 不是用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见 在圣经里面 我们从圣经找出答案的 圣主祝福你 我可以乐意和你们沟通 你如果想沟通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联络我的 在香港的电话和WhatsApp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地区字头是 85294088617 主祝福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 O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